香港每日被棄置的都市固體垃圾高達9100噸 足足填滿三個標準泳池 當中除了浪費資源,同時也帶出很多社會問題 有這麼多垃圾,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現代人物資太豐富了 東西壞了,大家只會想買一個新的 完全沒想過要修理 有些根本沒有壞,款式是舊了些 又或是沒那麼漂亮,已經被判死罪要丟 令垃圾問題越來越嚴重 其實垃圾不一定是沒用的 有些甚至是寶物 有人更加將收集的寶物造成民間博物館 其實垃圾只是看你怎樣去看它 正如人和物件都是一樣的 你不將它放在一個適當的地方 它就是一件垃圾 這間民間垃圾博物館失屬於北角一個角落 平時走過都未必留意到它 原來在這幅歐綠色外牆的背後 收藏過晚的寶物 這裡有四千隻這麼大的 走到進去會發現周圍都是堆積如山的東西 雖然數量繁多 但是Gibson將它們分門別類 放得井井有條 看似凌亂之間 又會有條通道讓你慢慢走 細心欣賞 舊電器還舊電器擺 舊音響還舊音響擺 懷舊鐘就還懷舊鐘擺 十足十博物館 其實這裡有四千呎地方 在香港來說 我想租金也不會太便宜 你覺得你自己用這麼大的地方 放這些東西值不值得呢 其實值不值得呢 就很視乎你自己的個人看法 因為等於有人幾萬元去買手袋 或者幾千元買一雙球鞋 我也覺得不值得 但是如果你把錢花在一個地方 你覺得可以令你開心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主人街這麼多收藏品當中 最喜歡就是旅行行李箱 大大小小竟然存了二、三百個 朋友也幫他改了一個花名叫Gibson 他也順便改英文名叫Gibson 草物的人 基本上很多時候都是疑時的缺失 為什麼? 通常小時候 有些東西他得不到 在泰國有能力的時候 他也想賞又賺 不得不提的 一定是這款俗稱太空行李箱的 箱形書包 他在七十年代風魔傳說 想當年不是每個家庭都捨得買 現在幾乎絕跡了 特別是當年這個很有名的 就是跌不爛, 蹲不扁 下雨不會有的水 還可以當椅子坐 有那個詞語嗎? 這個廣告, 所以這個廣告很熱 每個人玩著之後 分身都會挺直90度 在這裡的收藏品 主要有兩個途徑得來 第一就是人被轉陣 因為朋友和街坊都知道他喜歡草物 於是就會把家裡放不下 準備丟掉的舊物放在他家門口 看看他合不合 另一種就是真的出街撿了 其實一去到, 我們大致都會看到 真垃圾和假垃圾 我們通常怎麼分呢 譬如我們看到很多膠袋在這裡 很多垃圾堆裡面, 很多膠袋 通常有黑和白的 你看到多數清潔工人用的都是黑的 黑的多數都是大垃圾 如果有白的 通常就是私人丟的垃圾 話口未完, 走前一點就有發現 這裡有什麼你覺得可以的? 攝影機器 這個相架就沒用了 因為它沒有中間的桿 但是這個風扇… 這個風扇光管應該可以用了 除了剪刀, 塵架, 相框這些日常用品之外 找找找, 竟然還找到一大袋名牌領胎 條條過千元 除了有時真的會收到一些值錢的 有時更加會收到一些 用錢都買不回來的珍藏 好像以前戲院的宣傳海報 當年還是人手繪畫 這套不了情更是經典中的經典 還有這些鐵信箱 以前的堂樓和木屋區 價價糊糊都必備 但現在可謂絕無僅有 當然不少黑膠唱片 他們全部都仍然播得到 不過要找一部唱片機就有點難度了 還有大量的舊電器 他們被扔的時候可能有些經驗壞了 但被Gibson接收之後 就會幫他們做好 成為老香港歷史的見證 Gibson, 我想說這裡真正是一個漁書房至關 它有些很久的歷史的書 放在那裡 有沒有查過究竟有多久的歷史呢 通常拿回來我們都會先研究一下它的背景 不過忘記說這裡當然不是御書房 御書房是皇帝的 我們這裡是窮書新的書房 你真是懂得開玩笑 看這本書至少過百年吧 你真是有眼光 一看這些字我都不懂 裡面, 光水二十五年 光水二十五年? 這本書已經是清朝時代 這個應該是1899年了 而很多東西裡面 對Gibson來說 最有收藏價值的就是它 這個你這麼年輕 你應該沒見過 真的沒見過 但看它的款式應該是… 像是麥錶的東西吧 對, 以前70年代的的士麥錶 但是這麼大塊? 對, 有個故事的 因為以前小時候 我爸爸是駕駛的士的 對, 那時候他們70年代就轉 將這些麥錶轉電子麥錶 他就不要了回來 我覺得很有趣 整天在家裡這樣 搏一搏一搏一搏 整天在家裡玩 是 怎麼知道突然有一天回來 發覺不見了 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爸爸當年把麥錶送給人 Gibson對這件事一直緊緊於懷 默默地找了這款麥錶幾十年 直到幾年前 終於有朋友幫他找到 才了結心願 在Gibson的世界裡不會有垃圾 事關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修理 他就即席示範 怎樣維修一個爛了扶手的行李 Gibson說他最希望 大家珍惜現時擁有的一切 所以就算有朋友想接收他的收藏 都不會免費送給人 你收拾完了 你是立刻會放上網 去免費給別人 還是你會拿去賣 因為我一直都不贊成免費 因為我經常覺得免費給別人 那些人未必經過心思熟慮 就會說要了 要完結後不適合用 可能他又會扔 因為最初沒有成本 所以我通常就是 我寧願賣三十元也好 我都要賣 因為我不是靠他生活 我想令他真的可以找到他 真正的身處人 加一個月左右 兩個月或三個月 我們就會去明哥買飯票 會去派飯 通常我們會跟網友和朋友一起 一起去 讓他感受一下幫人這件事 還有可以說給你機會 其實我收拾了很多你們不要的東西 之後我把它變成錢 就可以用來幫人